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吃的不安心 愛吃這些 當心也吃出毛病來了喔 之前在門診有碰過一個 才30出頭的一個上班族的男生 他是由診所轉介 要來醫院做進一步檢查 那主要問題就是他 這陣子是長期的腹瀉 他本來是便秘的體質 然後後來變腹瀉 所以診所醫師覺得這個不太對勁 而且他體重有減輕 就建議說要來做進一步檢查 那我了解之後 幫他安排大腸進檢查 就很簡單的 就是說你這樣體重減輕 然後又有一個排便習慣改變 通常排便習慣改變是最麻煩的問題 就幫他做檢查 結果檢查照出來的時候 圖案一打開來 那患者一看自己也覺得很緊張 因為他的 我們正常人的大腸 大腸黏膜壁都是粉紅色的 或者是鮮紅色 它做起來就是我們所謂的 整個腸壁裡面就像 我們那個圖片 就像是被燻黑的一樣 那是腸道 對 這是腸道的內膜 那這個黑不是說你 多喝一些水或什麼 就可以把它沖擠掉 所以你在腸性檢查的時候 你也沖刷不掉 那這個也不是說你為什麼 多喝一些咖啡巧克力 吃多會變成這樣 其實腸會變黑 那張醫師應該很常看到 吃太多墨魚 豬血包之類的 那個都不會讓 那個腸壁黏膜 整個都好像 色素整個沉著上去 這是因為 他吃了很多有一類的健康食品 就是幫助親體內 譬如說排毒啦 或是油切啦 可以幫助排掉很多素便 他想要減重 想要健康 一個叫 前一陣子很多人在討論 蕃蟹葉 蕃蟹肝 或蕃蟹葉萃取物 做成的膠囊或是茶袋 那個東西吃了 你吃了幾個月之後 它為了幫助 是沒有說它是可以幫助排便啦 幫助排便 而是對黏膜造成傷害之後 你的結腸就會變得像那麼的黑 像變熏黑了一樣 那這個其實 不會是一個很危險的問題 因為它不會說真的會有癌變什麼 那現在的研究發現 它跟大腸癌的關聯性沒有那麼的大啦 沒有那麼的可怕 可是畢竟它造成黏膜的傷害 這個也是要慢慢的時間 給它新陳代謝才會恢復的 那可是有些研究也會到處說 或許以後黏膜病變了 也變會有癌症的可能性 可能關聯性還是要再去強化 這我補充一下 這種東西其實很常見在台灣的女性 尤其是慢性便秘的女性 剛剛黃醫師提到了 很多女性喜歡吃那什麼體內環保 有沒有 大家要注意看你的那個體內環保 它假如是食品類 它必須要有那個成分標示 裡面常常就會寫到有一個翻蟹液 或者有的時候 有一些廠商會用英文去逃避 就會寫一個叫SENA S E N N A SENA實際上就是中文的翻蟹液 這個東西實際上是藥品 只是濃度高低 我們臨床上很常用的蟹藥 實際上就是以翻蟹液為主 有一些民眾假如吃過那個咖啡色的 一顆一顆圓圓的小蟹藥 那個就是翻蟹液 只是它的濃度高低 濃度高是藥品 濃度低是食品 所以有一些體內環保的東西要特別注意 像剛剛黃醫師那張照片 它那個黏膜表面 其實它旁邊還是有長鞋肉的 只是那個鞋肉看起來像是一個 爭蜂型的鞋肉 為什麼黏膜會變黑 因為那個我們大腸黏膜的那個聚氏細胞 會去吞食這些翻蟹液成分裡面的一些物質 會形成一些像叫Hemociderin的 一些血鐵質的沉澱物 它就長在黏膜裡 就慢慢你黏膜就發黑了 然後有時候呢 吃中藥也會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中醫師 他本身很有名 他病人很多 他自己長年在吃中藥調身體 很長年的那個右下腹 腹痛 碰了十幾年不會好 這樣子 終於鼓起勇氣 來我這邊做大腸鏡 一坐在床頭到尾都好的 然後就到盲腸口 哇 整個腸子黑的黑媽媽的 像那個頭髮一樣黑 然後我當時不知道他是中醫師 但是我做完大腸鏡 我就跟他講 你是不是常常吃中藥吃很多年 他嚇到趕快把一張名片給我 說對不對 我是中醫師 我常常在吃中藥 他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做大腸鏡 知道我是有在吃中藥 對他覺得我很神 為什麼這樣看就知道他是有在吃中藥 他那是一種 特殊的那種叫大腸的那個 腸細膜靜脈硬化 就是他吃一些特殊的中藥 那個成分會讓大腸右下腹的 靜脈血管會硬掉 硬掉以後血液流不回去 然後血就全部積在那個 大腸的最末端 久了以後整個長年膜會 就慢性的一個浴血症 就變成紫黑色的 那會產生病變嗎 會啊 那個久了以後 腸子會壞掉啊 會壞死啊 那怎麼辦 現在要把它清嗎 那個沒有辦法清 就像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有一些病變 一旦造成了就沒有辦法回復了 那就不可逆了 可是腸子這麼長 可以切一段把它切掉 很嚴重的病人要切腸子 因為他假如那些血管都無法再打痛 對 那你後來那個病人怎麼辦 後來就叫他趕快把腸道停掉 先暫時 只能先暫停 那他只能就是跟他先共存 那像嚴重的時候 像阿諾講的有的病人 他假如是聚節腸症 他壞掉就真的要切腸子 因為我之前住美國的時候 很喜歡吃那種 就是飲食偏西方嘛 炸雞 披薩 漢堡 一定要配可樂 所以我習慣喝可樂 而且美國可樂都很大一罐 然後等到回台灣以後 還是要來喝可樂 可是發現我就變很胖 後來就出了有建儀可樂 有林卡可樂 裡面完全沒有糖的 我就覺得那是我的救星 而且當他出了是林卡是建儀 而且我愛上他的味道以後 我發現你倒了手上 都不會黏黏的 他沒有糖嘛 所以我覺得這可以當水喝 因為他比水還好啊 至少他有一個口感 他有一個刺激的感覺 他像氣泡水一樣 我就每天把他當水喝 這樣子喝下來 大概一年以後 我本來是想要靠 林卡可樂瘦一下 因為從正常可樂 換成林卡可樂 應該會瘦 結果反而那一年 胖了10公斤 然後我就覺得 我搞不懂 為什麼喝林卡可樂 反而會胖呢 然後我就整個 去找醫生看 然後去問人家營養師 他說 因為我發現 我在喝林卡可樂 這一年當中 我突然養成喜歡吃 就是我 我不會吃炸雞 我不會吃必早不參飽 可是突然喜歡吃甜食 像女生一樣 喜歡吃點甜甜的東西 後來他們就跟我講說 因為林卡裡面的一些成分 會導致我對糖 這種感覺上 渴望 因為它沒有糖在裡面 可是它有一個人工甜味劑 然後會讓我的味蕾 讓我的身體去習慣 喜歡喝甜甜的東西 吃甜甜的東西 結果我後來 我就連林卡可樂也戒掉了 我就真的後來瘦回來了 吃進去的 還有一個一定要提醒 就是反噬脂肪 因為現在目前反噬脂肪 因為這次的這個癌症 五分鐘就有一個 那第一名是大腸 第二個是肺癌 第三個就是肺癌 今天新聞有時候 已經提早五分鐘 對 所以一定要提醒這些 有一些小點心 其實都很好吃 但是都是含反噬脂肪的 之前我們遇到一個女孩子 她覺得她的飲食都很健康 可是她就得到乳癌 她很不能接受 她拿她的那個飲食記錄 來給林醫師看 結果林醫師看一看 她就特別喜歡吃一些那種 酥酥脆脆啦 還是那個有什麼派皮的那一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東西可能含有的就是反噬脂肪 所以除了這些大型的污染這些問題之外 其實反噬脂肪我們一定要控制 我之前碰到一位三十幾歲的年輕女性 她是神經科轉給我的 她轉給我就是她在神經科被診斷出 類怕精神試症 然後對 這麼年輕就被診斷出來 可是轉到我這邊是因為同時 發現她的生功能也不好有尿蛋白 那我就覺得這麼年輕得到這並不對 應該是還有別的原因 後來就幫她驗了一下體內的重心所 就驗她的尿液 就驗出來她的水銀的含量 就是孔的含量 是正常人的死 對 她只是辦公室的 上班是辦公室的員工而已 怎麼可能會那麼高呢 後來就問了一下她的飲食習慣 原來她每天下班的時候 她們家樓下有一個白攤的 她每天下班都買一盒撒魚圓回去吃 她覺得超好吃的 耍魚圓 而且她天天吃 她連續已經吃了半年以上了 小吃店 那麼好吃 對 後來她都發現她的手會抖了 她才去神經科 再診斷出類怕精神試症 所以這個原因找到之後 後來其實就對症下癢 就給她金屬熬合計 就把那個狗給拍出來之後 你們怎麼找得出是耍魚圓傳的貨 就問她平常愛吃哪些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 對 其實都是吃進來的 如果她 她一定不只耍魚圓 因為叫那個什麼大腸 因為其實它是 大型大腸 對 因為它是水飲量過高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大型魚種 那其實大型魚種 就是衛生署不久前也是有公告的 鳥魚 鮪魚 鯊魚 這些食物鏈頂端的食物 已經不建議孕婦跟小朋友吃了 我們還做成罐頭不是嗎 對 所以 她就說你要吃可以啦 你一個禮拜不可以吃超過30克 對 那就是兩片生魚片就超標了 對 再有一個是我的病人 一個洗腎的病人 她就 我就發現好像最近這半年來 她就開始那個 失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只會大吼大叫會認不得人的 然後後來在家裡 她晚上起來走路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 骨頭就斷掉了 她之前是一個相對健康的一個 洗腎的病人 後來我們洗腎室 就是我們每半年會力減 驗一些重金屬的 就驗出來她體驗的鋁 就是鋤的含量就超標 超標的三倍 我想不對啊 我們洗腎病人 如果鋤會過量很多次 因為為了要吃鋤片 拿來當醬飲劑 可她從來沒有吃過鋤片 所以仔細去問了她一下 原來她的太太跟我說 她常常胃痛 她會自己去外面買那個胃乳來喝 她就說那個胃乳 喝那個胃乳 效果比我們給她的胃潰癢的藥 效果還要更好 所以只要是肚子一不舒服 一拉肚子才是便秘 她就喝胃乳 而且胃乳裡面含的都是清涼化鋤 那這個鋤呢 就是我們正常人吃到的鋤 倒是沒差 因為排泄的掉 可是這個病人 它是洗腎的病人 它排泄不掉 就吃多怎麼辦 就變笨 骨質疏鬆 它兩個都有了 對啊 後來這個病人其實 後來它遠離了這些食物之後 我們沒有給它特殊的解讀器 慢慢改善 對 後來它是有慢慢改善的 魚類其實在大 就是食物鏈最上有的大型魚 其實裡面的重金屬都很多 其實真的是有四大元兇 你知道嗎 剛剛提到的 鯉魚 鯊魚 鯊魚 還有一個是魷魚 其實這個今年11月 我們的食藥署還特別公告 因為我們在看這個東西就發現 剛剛可能那個陳醫師講比較快一點 你要知道他建議的一週的劑量 是不超過70公克 70公克 大概生魚片 大概6片 我剛剛隨手問一下 擦鮮 迴轉壽司 你去沒有吃過8盤到10盤 你是不會出來 走一走 一盤兩片 其實很快就16片去了 而且這是一週 這是一週 台灣的限制比較低 可是馬上就有人說 奇怪 美國的FDA 其實在今年3月也有那樣子 其實美國跟台灣不太一樣 美國的魚類攝取比較少 所以你就發現他對於孕婦跟兒童 他鼓勵補充魚類 因為他認為魚類的蛋白質 對小朋友是好的 對腦子發育是好的 可是他同樣也是 剛剛提的那四大大型魚是不建議的 他反正建議他可以多吃一點點 因為在美國他的攝取太少 像美國的話 他的單位是110公克左右 110公克比我們70 大概就是已經到10片左右 其實比我們好很多 孕婦一個禮拜可以吃2到3次 兒童也是2次左右 可是有個前提 這個魚類就要選 大概要像 鮭魚 雪魚 或者是無鍋魚 這三個魚反正是比較好選擇 時代進步是為生活帶來許多方面 同時也帶來的疾病 所以11出行都要提高警戒 避免毒素累積 對身體造成傷害 祝大家去身體健康 大家都知道我們每天要吃蔬果579 除了份量之外 其實在種類也很重要 台灣人普遍喜歡吃綠色跟白色的蔬菜 但是不同顏色的蔬菜 其實所含的營養價值也不同 像綠色的十字花科 含有銀朵的成分 白色的洋蔥含有所謂的含硫化合物 而至於深顏色紫色 藍色的莓果類 則含有花青素 菇類呢 則含有多糖體 所以下次去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記得均衡的採滿 才可以把健康全部吃下肚喔 氣溫躁降有些人的體質怕冷 在冷空氣裡當中 體感溫度更是讓人感到陰寒刺骨 怕冷一族究竟要吃哪些食物 可以增強體內的遇寒能力呢 礦物質可以增強體內的遇寒能力 許多含礦物質又能即時補充熱量的根莖類食物 可以多多攝取 舉例來說 鮪 鮮等微量元素 都可以幫助體內增加熱量的輔寒生成 在冬天裡可以多吃胡蘿蔔 地瓜 芋頭 馬鈴薯 蓮藕等食物 增強體內的抗寒能力喔